Hi 大家好 我是小明 现在我在四川省的阿坝州的 攘堂县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曾克寺 下来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现在是早上9点多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曾克寺的下边 这一座寺庙是结合着居民区是在一块的 前面是寺庙 后边是居民区 在这个曾克寺里边 有四座佛塔是悬空的 悬空的那四座佛塔叫米勒塔 一般有9层约25米高 到中午的时候 咱们的藏民同胞 就会上到最高层的塔上面去转 也是我这一路走来看到最震撼的一个 转经转佛塔的一个过程 他们是悬在空中拉着一条绳索 围着那个塔回去转一圈 现在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座悬空的转经塔 这边呢是两座 还有两座呢在那个寺庙的那边 发现了一个很惊讶的东西 居然有两只猫被挂在了这个石板上 哎呀刚好是勒的脖子 看起来好残忍啊 一只大猫一只小猫 现在咱们去这个 最高的这个佛塔上面去转一转 来早了 这个塔还没有开门 这一共一层两层三层 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八层九层 看他看他 我好 走 我们想上这个转经塔上面去看看 想去转经 结果呢问了好多人 经过了一系列的困难沟通 终于问到了拿钥匙的那个阿姨 她叫拉姆 拉姆在看吧 就在后边这个房子里边住着 我们现在去拿钥匙 你好 那个门几点开啊 你好 我们没有钥匙 你哪里来的 我是旅游的 三两个人 哎 你好 啊 啊 你自己开门吗 自己自己开门 好的 哪个钥匙呀 哦呀 咱们开门给你 哦好的 哎呀 你开门吗 下来嘛 好的好的 我下来给你 哦呀 好好好 谢谢啊 其他人都不要给啊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扎西得嘞 经过了一番沟通之后 我们终于拿到了这个 转经塔上面的钥匙 我们现在上去看完转完经之后 下来就把这个钥匙还给这个拉姆阿姨 现在拿钥匙 这好多钥匙 我们一个一个的试吧 因为这应该是好几个塔的钥匙 你赶紧一个一个试吧 不用试 就是它 哎呦牛逼 厉害厉害 终于进来了 但是这里面很很暗很黑 好像没有灯 哎呦 这个 应该是从这爬的吧 这样也有点光有点光的话 从这爬 很危险 现在接着上第三层 这个楼梯啊 都是这样的 把帽子脱了 这里面不要戴帽 哎呦 三层 上第四层 第四层了 一共是九层 现在终于已经攀顶了 哇 第九层 这里边飞了两个鸽子 我操 你让它飞出去吧 我操 你让它飞出去吧 我操 哇 吓我一跳 你让它出去吧 出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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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呢 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藏族同胞们 他们一转京 是怎么转的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 会被称为最危险的 一个转京塔 是很有特色的 下来我把这个扇门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那个悬空的石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下面是镂空的 悬空石壁 然后呢 这上面有一根铁丝 他们就是抓着这个铁丝 脚踩在这个悬空石壁上 围绕着这个佛塔 转一圈 兄弟们 我想去尝试一下信仰的力量 现在呢 我已经站到了这个佛塔的外边 真的是很害怕 很恐高 就巴着这个铁丝绳 它就是这样固定在上边的 下面呢 就是20米高的楼层啊 总共是9层 我们现在就在第9层 就是围绕着脚下这个石板 去走一圈 哎呀老害怕了 走两步行了 我们要把这个环环回去了 对 ok 好 要的要的 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佛塔上面下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呢就在这个最顶上 上面就是很危险的 我们现在下来之后 把这个钥匙就要去还给拉姆了 哎 一钥匙 谢谢啊 谢谢 那那么今天这些视频就差不多 快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点赞评论加关注 下一期带你们去看玄天葬寨 来 让我看玄天啊 谢谢大家